Hello 大家好 我是Pyga 這條片是案件跟進 在2023年7月的時候 日本的紮訪市發生了一宗震驚全國的獵奇獵頭案件 受害人的遺體在紮訪市的博野區一間情侶酒店被發現 而案件的主犯田川劉奈和他的父母隨後也被逮捕 田川劉奈被控殺害受害者並分屍 而他的父母被控訴幫助他們的女兒掩蓋罪行和協助犯案 這宗案件我都不僅有拍片跟大家詳細講述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了解到案件是極之暴力和獵奇 而在最近10月1日案件其中一名被告人 主犯田川劉奈的母親田川劉奈面臨第四度開庭審訊 同時也有一些新的進展可以跟大家跟進一下 在前幾次的審判內容中已經被外界知道 這個主犯田川劉奈自幼成長在一個不健全的家庭環境中 父親田川劉奈雖然是一名心理醫生 但父母還未能對田川劉奈的行為進行有效的管教 甚至在田川劉奈表現出一些過激行為時 父母都沒有及時介入制止 當田川劉奈在年幼時經常表現出情緒失控的行為 例如在吃飯時便會突然將吃的麵士湯淋到天花板 目擊的親戚表示當時田川劉奈的行為 父母是沒有責備他 似乎田川家長期存在著一種田川劉奈優先的家庭模式 這種模式不僅縱了田川劉奈的任性行為 更加助長了他日常生活上慢慢偏離常軌 田川劉奈的父母尤其是他的父親田川修 本職是一名精神科醫生 日常生活就以這個專業人士的形象面對外界 但回到家面對自己女兒的情緒失控 又或者任性的時候顯得極度無能 而田川修這樣的方式就進一步加劇了田川劉奈的過激行為 在最新一次的法庭審判當中 是有播出田川修被告和女兒田川劉奈的對話內容 這些檔案是田川修被告為了被女兒接受精神科治療而錄下來的檔案 由2020年開始已經有紀錄 這些錄音檔案的數量也非常龐大 不過在法庭上只截錄了幾分鐘播出 這些檔案作為程堂證供的意義就是為了證明田川修夫婦是有試圖阻止女兒而失控犯案 但到底是否能成立呢? 其中有一些對話內容顯示了這個女兒田川劉奈用英文來責罵父母 例如說責備父親為何不聽從指示? Why don't you follow my order? I won't kill you every night I do revenge, I kill everyone 這幾句英文是錄音檔案的對話內容 這幾天就不斷被媒體轉載 那田川劉奈到底是對誰抱有殺意呢? 有可能是針對這次事件的受害人 由於田川劉奈就懷疑被這個受害人性侵 所以就想要報仇 同時也有可能是指向父親 因為失控的田川劉奈有在錄音當中 控訴父親殺死了她唯一的妹妹 但田川家庭只有田川劉奈一個獨生女 到底她口中所說的妹妹是指誰呢? 其實一直以來田川劉奈都聲稱自己已經不在世上 而她身體內居住了多個靈魂 包括了一個名為Cinthia的人格 而Cinthia的人格似乎主導了田川劉奈這個肉體的部分行為 根據剛才所看到的資料 田川劉奈曾經用英文和父親溝通 不過田川劉奈未曾接受過一個有系統的英文教育 因為她小時候沒有怎樣上學 所以她的英文詞或語法明顯是有點限制 而日常生活上她經常去看電影學習英文 田川劉奈之所以是選擇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情感 有可能是跟她所謂疑似多重人格有關係 她就覺得自己不再是田川劉奈而是另一個身份Cinthia 每當她在情緒激動的時候就會撤換英文變成Cinthia 原因可能就是為了要逃避現實 去尋求一種是內心安寧的方式 另外在今次的審判當中 田川劉奈是作為證人上庭作證的 就被律師問到 為什麼在犯案之後是要協助拍攝田川劉奈 在自己家的浴室處理遺體的經過呢 田川劉奈就表示 由於拍攝當日的逆日要出差 如果當日不盡快去辦妥這件事的時候 女兒就一定會拜託母親去拍攝 田川劉就判斷自己的老婆一定忍受不了這種事情 所以就想盡快幫助自己的女兒 盡快去解決這件事 有關這宗案件 從媒體一直以來的報導顯示 疑犯田川劉奈的辯護團隊 應該是想要以這個精神錯亂為理由去辯護 但當然控方這個窄訪地方檢察人員 當初是認為被告是具表刑事責任能力 而有一件事很明顯的就是 田川劉奈的父母模擬就是這件事件的重要參與者 他們是必須要承擔田川劉奈在成長過程中缺乏管教的責任 而至於田川劉奈是否一個精神異常者呢 我自己個人就覺得當一個人被百般縱容之下成長 而變得有點難以融入外界行為異於常人的時候 這種狀況和一個人情緒出現問題而變得抑鬱 又或者是精神錯亂、思覺失調等等的狀況是兩回事 從幼年時代開始田川劉奈的父母對他的行為採取放任的態度 這種長期的例外就令田川劉奈在成長過程中 逐漸失去了對自我行為的約束管制能力 即使他曾經在小學時用戒刀恐嚇同班同學 他的父母也沒有及時制止和責備這種異常行為 而最終結果就導致演變了這次這樣的重大事件發生 父母就不單止沒有及時制止 而且還協助犯案 這個絕對就不是說你一句是事前不知情歷就能擺脫得到的責任 好啦 大家對案件有甚麼意見都歡迎留言討論 想要再詳細了解事件的話可以去重溫我的影片 喜歡影片記得讚好和訂閱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